清晨一大早竟然有一名穿尿布的男童在马路上游荡 竹北井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后 火速赶往现场 发现年约三岁的男童独自走在路上 幸好遇到热心的民众报案 经元井询问后 发现男童无法言语清楚地表达住家的位置 只好在周遭巡视是否有门户未关好的住家 并沿路尝试让男童认家 本所在7月30号 丁盛4点多接获民众报案 说有一名儿童 发现有一名儿童在路旁边 疑似是走私儿童 那我们元井也立即赶到现场 那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童 大概二到三岁 紧着一条背心跟一个海包的尿布 研判也是附近的居民 那我们在现场 一直找找不到有人出来认领这位小朋友 由于是在网路媒体拍照 发动看这个以在地的关系来 来厘清看这个是谁家的小孩 把他一直到早上六点多才联络到 那我们从现场 到他家 总共发现这个小孩子走的大概有一公里远 那小孩子的父母 我们最后问清楚 是因为他还在熟睡当中 然后父母也不晓得 这个小孩子自己走出去了 然后在此我们警方也呼吁 那民众如果在家里有幼童 在睡觉的时候 要将门窗确实锁紧 以免小孩子这样走到马路上发生危险 家中有幼童不止门窗要锁好 建议家长也可以借由日常的教导 让孩子认识住家附近的环境 记住自己的姓名 家人等等联络的资讯 并教导不慎走失时 要赶快向路人寻求协助 或是尽量待在原地不要乱跑 才能尽速的被找到 凯破新竹剑书齐采访报道